д 我一開始來就是中清城這邊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 這裡的負責人大門繞了一下 這個被寄眷村的一些老房子 然後我走到我現在展覽的這間房子的時候 我發現它被整理的算還蠻乾淨的 然後留下了一個一面 我覺得還蠻有日式味道的鴿子窗 然後那間房間裡面有放著一張書桌 然後書桌上有酒瓶啊 然後沒有椅子跟一根管杖 我就在想這些東西好像讓我開始產生一些想像是 這領前或許住著一位老人 那位老人他之前生活的樣子 我也開始在想像他或許會是怎麼樣的生活在這個房間裡面 在那個當下我開始去回想過去的這個過程 我覺得還蠻情緩的對我來說 我在這件作品裡面我想要也把這個經驗帶給大家 所以我就試圖讓那個房間看起來好像還有人在裡面活動的樣子 或許也不是人就是好像還有一些生命在裡面 名字叫還在 就是很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還在 在那個空間裡面我覺得 奇怪我現在看到的樣子是已經人去鏤空的樣子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一些東西存在在那邊 我那個房間的互動他有一些燈光上的變化 有從暗到亮然後閃縮到暗的這個變化 我這樣就是可以叫我這些變化去暗示 一個生命在那邊存在或者是突然消失的樣子 在那個燈變化的那個瞬間 我也希望觀得在在觀看那個房間的時候 他可以在那個被燈所控制的短暖的時間內去 去感受那個房間的變化帶給他的感覺 我的作品是位在眷村裡的9號房子裡 這間房子的可利用空間是客廳和一間小房間 大致上被清理的還算乾淨 牆上還保有細膩花紋的壁紙 小房間上也還保有日式風格的木頭窗架 房間裡也留有一些家具桌椅書籍等等的物件 而這些物件讓我產生一種人有生命的活動 還存在在這個空間的錯覺 而這種過去曾有人居以及現在已無人居之間的狀態變化 讓我身處在這個房子裡的身體感跟時間感 開始變形而難以測量 這種感覺非常強烈 於是我想將日常狀態發生在這間廢棄的老房子裡 製造身體感知上時間的變化 讓日常與非日常在這個時空扭曲的環境下拉鋸 而這間房間就是那個變化發生的現場 這間房間觀眾是進不去的 我將房間鎖住 並把這片窗格視為一面 可以窺視房間內部空間樣態的觀景窗 或是一層屏幕 我在木頭窗格封上微微透光的紙 有一點挪移日式拉門透光的影響 當湊近看時 可以微微看到房間內部的一些擺設的樣子 而在一定的觀看時間過後 這個燈會有一些亮度上的變化 房間內部我也設置了煙霧 以定時的方式產生煙霧 然後從房間門縫穿除 這個煙霧在這個地方出現 也許容易和北投溫泉做連結 但我把煙霧視為一個比較中性的元素 它的何去何從 出現與消散 無法抓取的存在狀態 讓這個地方又更具有一點超現實感 在一進入這間房子的空間中 我也在地板處製造了一個小小的光源 我將它視為整個空間一個小小的提示 提示一種被遺落的痕跡 對觀眾想說的話 我其實不是要創造一個 一個過去真實的樣子的房間 而是我希望可以創造一個想像的膜 然後我們可以從那個膜透進去看 但可能好像有一些能量或身體在我背後 我們這次就是展覽的地點 是在終極生存這個眷村裡面 就好像還蠻少人會過來這邊的 就是平常這裡也不是一個很正規的展覽景 但我覺得我們在這邊展覽就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也還蠻少人 不管是這邊曾經的居民或是我們一些創作者的心態 就是 基本我們知道這裡不是那麼的熱門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可以在這裡 做一些你們想要做的事情 雖然有點退步 可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來探展 然後來看我們所有的祝福 這樣子 為何人會想要做的? 我覺得我可以在這裡 然後去看我們 看我們有很多的事 會不會有很多事 在你會不會有很多事 在你會不會有多事 在你會不會有很多事 在你會不會有很多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